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真妈妈的美食日记 又到了吃菠萝的季节 菠萝味道新美 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给菠萝去皮是一个麻烦的事 因此很多人都会直接在路边买一些切好的 那样当然非常不卫生 不过切菠萝并没有那么难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切菠萝的好方法 以后大家就能自己切啦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第一种方法 我们先用刀把它的头尾切掉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菠萝像这样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菠萝每半分成三份 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但是它的底部不要切断 像这样就可以啦 现在我们让菠萝弹下 用刀把它的外层慢慢切下去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它的背面是有弧度的 而且削得非常干净 也不会浪费太多的果肉 把切好的菠萝直接放在盘中 用这种方法削菠萝 非常的简单又快速 也不会造成浪费 但家里来客人时 家里没有称手的工具 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方法来削 非常的简单 第二种方法 我们让菠萝趴下 我们仔细观察 其实菠萝是有纹路的 我们只需要顺着菠萝的纹路来切就可以啦 每次切都是像视频中这样 从菠萝的凹槽处切下去 现在我们的菠萝已经完全切完了 我们不要把它弄散 让它转一个方向 这一次我们一人像根材一样 顺着菠萝的纹路来切 我们切的时候 一人不要把菠萝弄乱 直到把整个菠萝切完 现在整个菠萝都切完了 切好后好像也看不出什么 我们用手把它收起来 把它装入一个可以放得下菠萝的盘子中 放在盘子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的 千万不要把它弄散啦 看现在我们的菠萝已经切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也不容易氧化 看着也非常的美观 吃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拿出一块出来 拿出哪一块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吃着也非常的舒服 用手捏着菠萝的小叶子就可以 一点也不沾手 想吃哪一块都比较方便 但是菠萝的果肉中有一种菠萝霾 这种霾对我们的口腔 还有嘴唇的表皮有刺激的作用 吃多啦 口腔里面就会有刺激痛的感觉 可以将果肉在云朕里面泡一下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对菠萝过敏 还能让菠萝吃起来更加香甜 好了 今天切菠萝的方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果觉得方法不错 欢迎点赞关注家长发 这里是在妈妈的美食集 我们下期再见